王国之类发售两个月已经有不少乘措 其中有两个是1.1.1班以前不使用 目前这个时间点就再也没有类似乘措可以在线 由于直播中也有不少玩家询问 因此做个小短片分享给有需要的玩家 第一个就是不会坏的大事件 也就是中文论坛常听到的未经键 在示范流程之前我们先说明一下原理 最早Legion of Link是用并列手持的过载法 Zago Overload把序章大事件带回来 同一天Abbab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用SLD的坐标 快速继承序章大事件到旧档案 SLD这个乘措就是借由丢弃装备 然后装备另一个 接着快速关开暂停 在丢弃装备中的装备之后独档 这样就可以把被丢弃的装备 继承到独档里对应的坐标位置 那因为序章的地图是独立的特殊地图 外观就是玩家所知的神代遗基 道封印遗基 方向是朝南方 平面高度约50到-50公尺左右 上面这里是游戏刚开始的地方 下面这个绿色的点是加农多夫的位置 那如果能够在旧档案找到一个刚好可以在这个坐标附近触发SLD来继承武器的话 就可以继承武器到序章 序章的林克剪到武器的时候可以强迫系统打开武器选单 这样就可以在序章触发SLD 把序章这把不消耗耐久的大事件继承到旧档案 流程上我们开新档 先准备好一个在壁画附近的自动存档 接着旧档案来到余料建造的神庙 打破石墙把外面两颗石头吸起来 运到里面的右边 这边大概摆成这个样子 不要太平也不要太斜 站在上面操作SLD 丢弃随便一个装备中的武器 然后装备其他武器 接着快速关开暂停 再把装备中的武器丢弃 然后读续章的自动存档 读到续章之后 往后走到后面楼梯这里 就会看到刚才丢的武器被继承到这个坐标 捡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打开武器选单 接着我们在差不多的位置 一样操作SLD 把续章大事件继承回去 读回旧档案 走到刚才触发SLD的位置 就会看到大事件被继承过来了 存档起来就可以获得一个不会坏的大事件了 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个乘错也是直播上常被问的 三速烤肉 这也是1.1.1版以前才能使用的Glitch 料理效果转移 方法非常单纯甚至很容易发生在一般玩家的记录 就是煮一个有效果的料理 吃掉它之后购买一个料理 不是一般材料 效果就会直接继承在这个买进来的料理上 位置不一定要在影片中的市集 火山区的商店 初始台地的烤香蕉等等 都有卖可以堆叠的料理 火山区的商店 这个有BUFF的料理即使到了1.1.2版 1.2.0版 只要不吃完继续堆叠料理 也可以继续使用 香蕉或烤肉没了 懒得去找材料 也可以YB复制 或用头指复制法来增加数量 使用程错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方便性 但用久了也会开始有逆感 想要这么做的玩家务必斟酌使用 使用后有任何风险或游玩体验影响 且自行承担 以上供玩家参考 Thank you for watching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